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吹了火冷风舒服了 没那么困了 太洗脑了 然后省电玩这首歌 一天晚上都在这 哈喽哈 这件外套 保守派外套 毕竟 毕竟 我是司机 拍了也 已经发了抖音 发了抖音才播的 怕更上KPI的时间 红袜子 确实 那不然呢 有点神美行不行 不过我本来打算穿一个 红 就是专门穿了一双A锥 红色的A锥过去 结果 因为时间太赶了 忘记穿了 还有个腿环 我戴的那个腿环 不是我原本配的 哎 可恶 你们看你们看看 你们在说什么啊 复古未来风 又复古又未来 你们 你们笨的还挺聪明的 专家什么复古未来风 我怎么没听过 这不就是一个 呃 没见过 我真的很努力 在搭歌 歌谈风 结果到现在了 我拆快递只拆出了一个袜套 和 和什么 就我要用的东西 只拆出了个外套 我买了一堆徽章 就本来打算是 要么别 别外套上面 要么别里边吧 就想整这种五颜六色的 高饱和度的 结果没到 白买 唉 我站好我站好 复古未来风 我倒是要搜一下 什么东西 这个嘛 复古未来主义 是指当代艺术中 对早期的未来主义 设计风格的模仿 意思就是说 模仿 模仿 模仿以前 的人 对未来的 呃 幻想 嘛 什么 什么 别贵真别贵 对 那个叫什么 呃 女儿身下有黄金 呃 女儿膝下有黄金 谢谢卡比卡比卡比 宋灵光海 你知道 别做这么 涉牛的事情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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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 据说 如果说被自己年 年龄大的人 跪了 就是会 不好 得回败三下 嗯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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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应该没过他吧 还好 我不信这个 对 昨天晚上 你还算 好 溜 我也记得没过他 刚刚我拍抖音拍照片 又被小咪打扰 把我手机都创 创掉了 跟他一起和赵台不得一 大家看完 看完公演 我还以为大家会就是 会想休息 我都已经在幻想 已经在幻想 会不会我开直播 没人说话 真的很累 我刚刚吃完饭的时候 真的很累 然后手上拿着那个 左手拿着喝的 拿着拿着 断掉了 然后弯腰去捡 弯腰去捡 捡起来了之后 手机又滑掉了 又玩家去捡 唉 飞机上睡饱了 真假 真快 已经是 已经是 飞完了 嗯 嗯 能不能不去体检了 起不来有点 自己身体 什么毛病 自己心里不清楚 哎 哎 话说 话说 我大哥 不是 我们声唱吗 我带着那个耳帆啊 真是 第一 第一趴的时候 没声儿 耳帆没声儿 估计 就是估计扯出来了吧 就没声儿 也不知道自己唱的什么样子 不知道自己唱什么鬼样子 然后最后一趴啊 开始开了 能听到声儿老 但是就是听不到自己的声儿 开的声音太小了 他最好是OK 我三个住眼住下来 发现 发现 就是 和单滴的那手 是最舒服的 可能是因为跳舞的时候 多了一个鼓风机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上去才发现 哦 有这个东西 吹点舒服 对呀 我的调整儿反正根本调整不回来 对 真的是 鼓风机 让我轻松了不少 可能是因为 这个舞本来也是 比较开心的那种设定 比较轻松 就三个富婆去兜风 的那种感觉 是啊 本来的丹妮 本来的丹妮 看她的样子 她本来是想坐 坐在台弦上的 但是有一个鼓风机 坐不下去了 然后她 然后她一这样端手 然后我发现端在哪 都端在我鼻子 我就想这端啥呀 赶紧把她扯 赶紧给她调整一下 太扯了 对 都很怕放开 很轻松的一个舞 我肯定调整 这不是端着鼻子 怪怪的 她最好是自己探出来的 总之我今天就在后台就是 跑过来跑过去 大家问我借什么东西 就是 问我能不能就是 干完手头的事情 帮她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 我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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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这个弄完 我就要上台了 可能 对 待会我们也还是跑了一趟 真的是 后台就是互相 互相借 借东西 还借给了杨月月每一笔 就是真的 都不知道借了多少东西了 互相 一直在借 真的是老会缺东西 不过大家也是真的 真的乐于助人 还有 本来我挖套没到嘛 然后 嗯 发车 就上午九点 九点半发车 发车 我醒来第一 醒来就给大家发了个消息 问她有没有挖套借一下 她没看着 结果她上了车的时候 就是我问到了她才看到 结果她专门帮我跑了一趟去哪 我真的 她专门 她专门 《大乔》 大乔专门 《大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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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记得羡慕我的干什么 就是不是发红包吗 然后感觉大家都好主动 我怕去挤着了 然后我就站在那 然后旁边看到一个程鲁宇 也站在那里无所事事 我就跟他聊天 哦不对 是他跟我说话 就是有那个墙 有那个礼花的那个墙 就吹起那个 然后他看到我那个 他说他想跟我一起玩这个 我说不行 我这个我不跟你玩 这是恩最羡慕的时候玩的 不是羡慕 就是羡慕的时候玩的 虽然最后 哦对是在牧羞的时候玩的 然后不行 我坚决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他就很很很失落 他就啊 就很难过的表现 我说嗯 我不仅不跟你玩 我还要把你的红包抢走 然后他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把他红包抢走 他唯一唯一 唯一个 他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迟连了 他延迟了两三秒才反应过来 瞪大了他的双眼 他不敢相信我 做出来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我不跟你玩 李花 我还要把你谨慎的红包抢走 我觉得没有反应过来 我居然能做出如此没有素质的事情 而且我还拿着那个枪老去吓人 就是他会蹦一下 然后老去吓人 第一个吓到的是洛克加 然后他们就就是 我旁边是包包和 就是在旁边就是小安嘛 小安就看我这个东西 然后他说的时候 我突然蹦一下 他把他吓着了 我连包包都没吓着 把小安吓着了 然后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小马 是我们去机场前 在那个舞台前方 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他走着走着 突然转过头来 我就给他蹦 吓他一下 他也被吓到 笑死 一叠红包 我估计那红包里面就一块钱 也不知道大家在捡什么 总之安全最重要 给自己找点乐子 不好吗 我现在真的 暂时还不能接受 小飞和西西 去居队的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我们公演后 公演后 录一个ID 三个队都要录 然后先是机队 机队录完了 然后隔了蛮久 然后我就看到 就是我 我估摸着就是录完了 我就往舞台那走 然后就看到西西 就往里边走 然后我说 是不是到N了 是不是到N了 他说对对 他说对 我说那走啊 那走走走 就盯着他 然后发现他没有反应 然后再一个猛回头 不是我去 我跟向我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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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前走 又碰到了吴雨菲 然后正准备跟他 讲这个事情 他很凶 对我说 过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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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不听我 已经开始生气 我现在很喜欢 跟吴雨菲开玩笑 很搞笑 这个人的反应 老人老能说出一些 他觉得就是 很离谱的 听他们讲了 立岗问他们俩 最选歌 太搞笑了 我今天吃饭的时候 跟吴雨菲开玩笑 我说我太困了 我太累了 走不动步了 然后突然对着吴雨菲 说吴雨菲 背我回去 然后 然后他愣了一下 突然开始 对着旁边说话 我说什么意思 转移话题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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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困 那个时候 吃饭吃累了 都 没有 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 你就是 说话变了 变成一个 会开玩笑的人 长大了 慢才会打 就是那 为什么水龙头一打开 就会流出水呀 怕 你以为像你脑子一样 一打开全是水呀 不是什么东西 我去不出残 是什么来着 就是 那个 就是吃饭 吃完饭了 把服务员叫过来 把服务员叫过来说 你好 我不想点 我不想买单了 那个人 本来还真的准备 准备跟他拍一个 视频的 但是老旺 跟他拍一个变魔术 跟他拍一个变魔术的视频 老旺啊 真的老旺 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 我看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要讲一个你们的秘密 我要开始读新 你 其实 是你妈妈的女儿 是你妈妈的孩子 我只能说这么多 你 其实 爸爸妈妈图一天结婚 还有一个秘密 还有一个秘密 我读信 其实 你是在医院的产房出生的 并且 那一天 是你的生日 就说这个模式 厉不厉害吧 在插本 在插上 插上什么课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念准课 石头里蹦出来 猴哥 猴哥 这种 这样 这样再编一个模式 我随机抽选一位观众 有一点互动感啊 这个模式 来 现在 来一个人送一个夜碟 我跟他一个互动的模式 有没有 好 谢谢那我是姐姐 那送的夜碟 好 现在来 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连历 那这样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模式 那还是 那就护不了了呀 没有别的梗了 好吧 假如说 假如说你48岁 好吧 假如你48岁 知道吗 你九年前 居然 是39岁 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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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洗澡的时候,竟然不穿衣服,准不准,准不准,减不准,减不准,尖叫声。 好了,魔术变完了。尖叫声。 好了,这就是漫才。 我今天,我今天这事就是起点早。 9点,9点半就发车嘛,然后就到那边。 2点,2点开场的,就很长的时间嘛。 我,我感觉我化妆化了好久。 化完了,不是,先是练了几遍舞,然后又化妆,化完了,又抓人,又摇人,练舞。 然后自己又过几遍那种,就一点动作都没有,一点动作都没有,太棒了。 还是得时间充裕。 就是这个墙,装墙的我有点很搜。 甚至是找的,喜欢的姐姐做的发型。 嗯,虽然她现在都塌了。 就是整个人就是,状态都好。 虽然说,就睡的,睡的不多,睡的不够。 。 睡眠真的很重要。 您呢,要睡觉。 就那么快。 我,今天人好多哦,够年。 三十分钟。 我不会睡三十分钟工作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我会逼自己睡觉。 我昨天就是吃了退黑素,看了电视,我就逼自己睡。 晚了的话第二天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也没有。 睡三十分钟也会比,呃,呃,比不睡好一点。 我相信我前几天排练。 就那天,工作的安排满了。 然后晚上回来本来就是,嗯,就已经,九点,九点排练,八点半到的中,到的中,到的中心这边。 然后就想着,不行。 我回去,回去,能瞇一会儿,试一会儿,再去排练。 就,瞇了十几分钟,我就感觉,哦,算起来很艰难,但是,就是,真的状态会好一些。 谢谢。 谢谢,多吃一点点送的夜点,谢谢。 屁股都做痛了。 嗯,下次带个屁点。 今天,今天工业时长确实很长。 但这样,如果专门跑一趟的话,就很值啊,就看这么多歌,是吧。 干嘛属人家,咋多的差强。 嗯,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听到你们努力的在为我打扣了。 看到你们的子棒了。 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看完直播,我等会儿就好好睡觉吧。 我等会儿也可以直接卸妆躺床上了。 反正都已经拍了,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打哈欠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就是打不来。 谢谢花果送的夜点,谢谢。 哎哟,肚子又痛。 我真的,能不能给个痛快? 我以为她今天会给我一个暴击。 又没有。 能不能给个痛快? 很烦的。 很烦。 我想说我要去上空, 分享一下这些舞台的心路历程 哦 说到 想到一个后台发生的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在看我舞台的卡条 就是公演到尾巴了 就没我啥事了嘛 然后我就在看我的卡条 然后就换听了 我听到杨克鲁喊我 说 收了 快点收了 我说 我就在想 收 我已经收完了呀 我就跟他说 他说 他没跟我说 他跟王子欣说 我说 那你跟王子欣说 为什么要叫我呀 为什么要叫收了呀 他说 他说的是收了 快点收了 能不能别叫 能不能说 能不能正常说 收东西 别收了 关键是他说了两遍 他说 叫了两遍收了 他代表说一次我就不会觉得换听 很像他说 收了 快点收了 他代表说 快点收了 我都不会有反应 或者说收了 收 我都不会 两遍收了 没有 没有 是我自己没有听清楚 就很像 收了 收了 真的有点搞笑 我还在群里面借 一说 问说有没有美元假照 被人打了问号 结果也没借着 我就拿了一些玫瑰花瓣当替代 谢谢樱光海 然后 云里面好像也没啥了 恋爱禁止条例 就是穿了三件 很少见的三套衣服 还挺好看的那套衣服 是不是 然后恋爱禁止条 真的很老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老歌 本来我预想三个unit 可能恋爱禁止条例 是我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但确实universe的氛围 确实是有点太 太happy了 就整个人状态看着就很开心 对 真的很少 很少见的 这次公演 就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金曲公演 它的那个设定就是说 是没有上过金曲 没有上过金曲大上 比较冷门的那些歌 然后我们就选了这一首 真的很少见 今天这有没有人跳过都不知道 但确实很好听 感觉 其他人选的歌 多少都还是有点火的 这个是真的 太老了 感觉就是 呃 但是我觉得恋爱禁止条例比 单恋对角线要简单一点 单恋对角线是真的复杂 我排练的时候都跳得好好的 上上台就忘了就就错了 这个动作之所以 我当时学恋爱禁止条例的时候 我就在想 嗯 这个肯定跟单恋对角线是一个时代的 都这么碎 动作碎 动作不一样 且附个歌词也不一样 我真的很努力地在记歌词了 这首歌的中文翻译也还挺不错的 错了错了 这个不会啊 很喜欢这一句 嗯 书写短信 胡同 正在指尖 暧昧 这心意 就可以 瞬间传递 来回 就那个时代 就是 会喜欢发短信 就像我 我以前 我以前 没有正常的手机 也是那种 家里一半 家里一半 宽带 送手机 送一个 座机 然后把上面的那个 手机拿出来 它就只能发 它就只能发 短信和电话 其他啥都不能干 我就只能 我跟我朋友聊天 就只能发短信 发短信 然后又不想 打电话嘛 就发短信 我的现在还记得 有一年 以前 小时候 上体育课 然后说自己 说自己 一抹痛 问 就跟体育老师 有一些纠葛嘛 然后 还跟我朋友 发短信 骂他 骂 骂 骂那个老师 再都记得 那个 粪笔 极数的样子 我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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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 这一句歌词 就很 那个年代 发翻牌 算发短信 不算吧 我也不知道 怎么算 我记得 我上次 再往 抽出来之后 就看着 然后 眼睛 调了 就这样 然后 我还很努力的 垫了增高鞋垫 不知道大家 看起来 会不会 就是差别 太大 跟大家 这一场公演 我都 努力的垫着鞋垫 真是 跳完 下来 脚痛死 直接变瘸 我还不是 带了一个 吸氧 吸氧的 那个吗 发现 忙的 根本就吸 都吸 吸不来 吸 吸不了 太忙了 然后就是 受理人 我再也不跳 这个版本的 受理人了 太累了 太累了 不过你要说累呢 又没有恋爱 进去调利了 我恋爱 进来调利跳完 居然干哦 你不懂 我干哦 没看出来 说了人的卡点 很难卡 很难跳标准 那个舞蹈老师们 跳得就很好 鞋很重 那个鞋倒不重 不重 是我重 是我人重 撑都撑不起来 然后我一开始戴的 那个墨镜 是 是单一的 他说这个很贵 一定要好好保管 我就说 一套流程 我说 我绝对 绝对不会 把它弄坏的 就一开始 戴着 然后摘着之后 放在身后 然后到金座的时候 走过去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个 座位上的东西 先 座位上的墨镜 放到地上 这样我就不会 坐到他 真的很努力地 保护他的眼镜 他的墨镜 真的很小心 毕竟赔不清 哈哈 本来有 本来我自己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红色的墨镜 就想到我是红色 红色主题 就是割弹一点嘛 然后就 高饱和度嘛 结果也没到 哎呀 王又不行了 听说 听说 unita有 4 大家可以看 4 到时候 喜欢看 喜欢有缝 每次有缝 跟我说有缝的话 我就会觉得 嗯 不需自行 有一种 就是不管镜头 怎么切 只要自己 就是表现好的话 大家都能看到 虽然说可能 就是 就是 就那么几个人看 但我也会觉得 很开心 然后告诉自己 然后告诉自己 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人 看的 也许吧 如果说以后觉得 这段时间是黑历史的话 那就 命当 别说 命当别说 可能吧 谢谢 谢谢阿水 天空送的 皇冠 天空 一人周总 发了红包 还是定制 红包 放密 一个小兔子 但是我觉得现金我真的没机会 就是用出去 除非我跑一趟 除非我跑一趟民航 但是我到广州这么几年了 都没报过一次 刚才广州 收到的压碎纸 不是压碎纸 红包 到现在都还留着 已经不记得放在那了 已经想问 谁要现金换微信或者支付宝的 真的很不想专门跑一趟银行 换成鸡腿都比现金好 这样一说我还真的又很迷惑 成鸡女为什么还要去捡红包啊 她是为了捡一个就是 捡一个服务器吗 我都跟她说了红包里面最多一块钱 她要去捡 你全哪一块钱了吗 好吧 我是真不信这个 就算是觉得捡个吉利捡个福气 我都来得捡 我都来得捡 就是这么叛逆 捡红包开心 反正就是小孩子觉得吧 我已经是个大孩子 我说 我昨天不是说 我那个猫耳朵 只剩一只了吗 我带回来一只 结果在剧场又看到一只 我不知道怎么我是在剧场 蜡下的 就是现在我带回来那只 我都已经扔了 我又在剧场找到一个 很无语啊 还好它便宜 真的很无语 比羊肉吸好一点 它是耳机 蜡剧场啊 它昨天都在思考 又不要重新买了 然后今天 大乔还是小乔 帮它找到了 它说 帮它省下了一千八 我说不买 历生百分买 丢了东西留一留 然后房间就塞忙了 都塞满了 塞满了一半的东西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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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扔东西的时候叫扔东西 的那种类型 我想不起来 那个词了 就是大概是辟子 断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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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我困了 我困了 兄弟们 下坡了 没看我抖音的 现在去看抖音 再见 谢谢 谢谢阿水 天空送的权账 谢谢 其实说不定 明天还能开直 看情况啊 我会洗得澡 按摩一下 拜拜 别别别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